比如說今天我們那個邏輯函數裡面 這個檔案打開來呢 他欄位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我們邏輯函數這個 這個打開來 不過CSV打開應該他也是會對應到 這個 Excel 所以之前也有人怎麼樣 輸出乾脆就把副檔名改 改成什麼 改成XLS就好了 其實他就是CSV 副檔名改XLS 打開其實使用者會以為這就是Excel檔 但實際上他是CSV檔 可不可以其實也可以啦 我以前也這樣做過 因為客戶說 我們不要CSV 我們要Excel 對 那我只是做一件事就把副檔名改成XLS 沒做別的事情喔 他對這就是我要的 對啊 應該不知道各位可以懂這個意思啦 就是這個有沒有 我只是把這個副檔名改 XLS 用程式的方式改 因為已經有一個 把改2好了 那你會發現喔 他基本上呢 完全跟什麼CSV 看不出來對不對 打開來其實也看不出來 但是你按右鍵編輯 右鍵也沒辦法編輯 但你可以用Nodepay Plus開 他其實也是可以開的起來 OK這也是一招啦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請各位 不過他這個可以開起 也可以開起來 不過開起來好像變怪怪的 這個新的版本 以前舊的版本 2003是可以喔 好那假設啦 我們做一個變化 我如果希望 因為這邊的 蘭數有 總共有幾蘭呢 總共有 我們切過來看一下 總共的話 裡面呢 有 姓名 假設我今天需要的是 什麼呢 這個 姓名這一蘭的資料 跟 平均成績 這一蘭 那我中間這幾蘭 我不要出現 也就是我希望 因為剛剛我們全部輸出的話 輸出是全部的成績 可是如果我希望呢 我在這個程式裡面的做一些修改 請你幫我輸出的時候呢 只要輸出 第1蘭跟第5蘭 其他的資料呢 不相干的就不要輸出 那這地方程式需要如何修改 看得出來嗎 有沒有 因為他讀的時候 那他如何修改啊 其實我們剛剛讀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理解 我剛剛講的 再改回來好了 用這個 CSV CSV 如果說呢 我們第1個當然就是說 我讀的話一定是 怎麼樣呢 他一定是一行一行 一列一列讀進來 比如這一列 那讀到LINE裡面去 可是讀進來的這個 讀到LINE裡面的話 他是一個 一個Stream 一個字串 那如果說你要 只取得這個字串裡面的第幾個 第1個 跟 最後一個 那你需要怎麼樣 把它 斷開 切開 那切開之後的話 要放哪裡呢 要放在一個List裡面 那List裡面的話 我講過List裡面就可以取 第1個 跟第5個 那他可是他第1個編號是從0開始 那 這個應該是4 所以我只取0跟4的話 這要怎麼做 所以 其實這邊的話 請你在哪裡呢 取到LINE之後 然後寫 前面講過的 Sprint 切開 切開完 print出去的時候呢 就只取0跟4 答案就出來了 OK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啦 請會試做看看 如果你可以 很快做出來 那表示你應該懂了 那如果你還是 講應該聽得懂 但是做 就另外一回事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當然提的 就是第1個 原來輸出是長這樣子 那一行一行輸出 他只要讀一行就輸出 可是問題 我不是要全部 一整 一整列的資料 我要 這個列裡面的第1個 跟第5個的話 輸出結果 類似長下面 這樣子 那基本上 你幾個重點 第1個就是說 我就需要把它 讀進來這一行 先做切割 切割之後的話也許丟給一個什麼 丟到一個list 前面接嘛 切是由切誰呢 切line line點什麼呢 你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Sprits 這個Sprits的刮弧呢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豆點 所以你就是切豆點 裡面不是有很多很多的這個豆點 把它切開來 放一個 他就放什麼呢 這個是0 編號1234 所以 01234 幫你切進去 那接下來你要print出去的時候 有沒有 記得就是說 你要 不是全部的 而是我只要什麼呢 我要list裡面的第1個跟 第1個跟第4個 那你直接拿 拿這個的list 第1個就是中瓜糊 裡面放了0 他切出來就是姓名 串接中間可能加一個豆點 然後再來是 我要再來就串接什麼 串接那個第4個 所以一樣再加一個加號 串接 串在中間 然後第4個 OK 這樣的話呢 輸出 意思就是說 我只要 頭跟尾 中間的藍位數 我不要 應該可以理解啦 程式其實 真的沒有很複雜 主要是讓你熟悉這些東西啦 以後不就是切來切去 所以為什麼要把它切到list裡面去 因為你如果沒有切到list裡面去 你很難做把它做分割 那以後如果你要把它丟到資料庫裡面的話 沒有切割 那說真的很抱歉 沒辦法放進去 所以 這個東西你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 這個概念的話 後面的那個 SQLite資料庫 那會更困難 所以這部分的話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按OK之後的話 切出來 結果 就會是如我們看到的結果 請各位回去反正 盡量多找一些練習題 反正以Sale來的資料 你就轉成CSV 然後 再到這邊呢 找出你要的東西 因為 如果你的藍位數可以的話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再針對那些藍位數 自己再加一點東西 再減一點東西 再串一點東西 可不可以啊 所以這裡也許我講過啦 也許後面假設我要 輸出多重 ABCD 輸出的話呢 最後 可能就是 這個人的 名字 然後呢 他的 平均成績 後面可能你自己 可以再串一個 串一個什麼呢 他的那個 他的 那個什麼 等地好了 比如ABCD 你也可以再串一個後面的東西 甚至串完之後的東西 還可以再丟到資料庫 所以待會後面的話 我們其實一個重點 就是資料庫 就是SQLite資料庫 那 所以請各位 試著把這個部分 先做完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一樣我會把這個程式 幫各位 Ctrl C 一樣就丟到雲端上去 所以如果你 假設動作比較慢一點的同學 或者你有地方 打錯了也沒關係 先看一下雲端上面的東西 雲端上面 記得喔 這個路徑喔 我是用絕對的 不見得跟你一樣 你不要照貼喔 待會的話呢 就是來看一下 Dictionary 字典檔的部分 那字典的話 他要怎麼運作 在那個 我們List裡面 是用那個 中瓜糊 可是在Dictionary 裡面的話 是用大瓜糊 他要怎麼丟資料 並且怎麼樣 把資料再抓出來 這個我想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喔